游客到国家公园撞死长颈鹿 倒下后镜压死人 一次在南非的野生动物之旅 在11月10日却成了一场悲剧 当时在南非克流格尔国家公园 一只长颈鹿被游客的小巴撞到 倒下后压在另一台经过的吉普车上 CNN报导这辆计程车小巴 载着13名游客游览公园 但是一只长颈鹿却突然走到路上 由于来不及转弯 小巴撞死了长颈鹿 在被小巴撞上后 长颈鹿倒在一辆出租的野生动物游源车上 车子当时行驶在队上 车上载有两名乘客驾驶为瑞士级 不幸的是这起意外不但是长颈鹿死亡 也让驾驶身受重伤 随后在医院不治身亡 游人车上的一名乘客和小巴上 另外两名游客都受到轻伤 南非国家公园处也发出新闻稿提醒民众 在公园内开车时 要随时注意路上是否有任何品种的生物 这份声明也提到这些动物有先行权 根据CNN报导 长颈鹿平均身高约4.2到5.8公尺高 重量最重可达1.27公顿 车祸中的两辆车辆都严重损毁 公园当局正调查这起事件的经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